接下來這個圓錐體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車廠物件 你可以把它轉一圈嗎 那轉一圈之後就會變了 所以你看 這個檔案我把它打開 圓錐體 一個圓柱 一個圓錐圓錐在這裡 好這個是做好的 對不對 那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圓圖 在這邊 這裡我打開 這個是做好的 圓圖 你可以像這樣子我就準備了 有沒有三個圖層 這裡是123 對不對 那 你要做 這個 內容 我也可以用向亮的 你看我們這邊是不是就向亮的圖形 對不對 你像這樣子那你再把它轉換成3D 如果你要一起轉就來這邊 你可以把它合併 合併在一起也可以 變成一個圖層也OK 那你也可以像這樣子我把它選好之後 我們就從這裡 選取的圖層我們來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 這個 3D模型 那你把它按一下建立 好 那建立好了之後呢 一樣的 你就到這邊 對不對 我們上次用的是圓錐 你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在這裡 你把它選好之後我們可以把它 直接建立一下在這裡 因為 它內建就有一個圓錐體 所以我這邊稍微修正一下 因為其實Photoshop本身 它也有內建的模型 我先還原一下 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這裡 預設的 因為Photoshop本身 跟一般其他3D軟體一樣 有沒有看到這裡的 叫圓錐體 對不對 抱歉 圓錐在 這裡 它有一些其他 你看像酒瓶 等一下我們會有 那汽水瓶 都會有 很多所有的軟體 都會有一些 比較基本的模型 你把它選好之後 按下建立 這樣就做好了 那做好之後當然它不見得 適合你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針對它什麼 比如說胖瘦啊 我們就可以 在這邊 這是旋轉 這是縮棒 我們就稍微縮小一下 那你另外一邊 是不是也一樣 你從上面看就知道它現在不是圓的 所以我就可以轉一下不同的角度 記得 調整什麼 調整攝影機 對不對 先從攝影機開始 好到第 這個 再把它拉回 有沒有這樣變圓的 當然你要比較精準 事實上那個數字是可以調的 好就可以直接用輸入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它那麼精準的 我可以像這樣子 就做好 所以 像這個圓錐體 就還蠻單純的 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圓錐體有了 方格包裹啦 正方體啦 這就跟各位用包裝設計有點概念 是相同的 對不對 我今天有一張包裝紙 你設計好了 可不可以把它包成一個立方體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包起來就那個感覺 以前你在做像這個 包裝紙的設計的話 你雖然可以做看起來像無縫的拼貼 可是有時候你不知道說到底 那個 包起來的感覺像這樣 你就可以像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看 方格包裹 好來打開它 有沒有 長得像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一樣 準備了圓圖 這裡我翻掉 圓圖在這裡 對不對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設計 那你點到他一樣跑到3D 我們就拿內建的 方格包裹或立方體 都可以 按一下 建立 他就依據你這個幫你把它 包起來 有沒有這樣就包成一個立體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檢視 我這樣的紙張的設計 真正包上去之後大概會變成怎麼樣子 所以就這樣蠻單純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先了解一下 用他內建的模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的 那個圓錐體啦 還有這個方格包裹正方體 都很類似 都很類似 都是用他內建的直接包起來就好 那就看你怎麼設計 等一下那個圓柱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影片來跟各位做介紹 好不好 你這兩個你先玩玩看吧